駕駛準備開車離開 但一看好傻眼 車子四周都是鷹駕 只剩下狹窄縫隙可以通過 最後是有一名男子 在前方引導駕駛慢慢開 才終於開出這個結界 出入口來 回到事發現場 鷹駕已經搭了起來 四周都用三角錐圍住 地點是雲林斗六門壽天公 原來白色轎車聆聽在門口 廟房找不到人移車 但因為要辦活動 只好繞過這輛車來搭鷹駕 事發單二十二號 這輛白色轎車 從下午停到晚上 發現車子被鷹駕圍起來 似乎是相當不滿 但其他民眾認為 車輛確實不該亂停 雖然有不少人認為車主沒有通知 就把車停在宮廟門口一整天 造成搭設活動舞台不變 被鷹駕圍起來是遭到教訓 但如果導致車主無法移動 可能也有法律責任 不過在私人地停車沒有告知 導致車輛困在鷹駕結界 駕駛下次肯定不敢再亂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